今天我们会来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2章 第12节到第19节 讲到耶稣骑着驴子进去圣城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君王的姿态 骑着驴居走进了这个圣城 而百姓都用种树枝来欢迎他 和善啊 和善啊 把耶稣带进了这个城里面 弟兄姐妹 每次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约翰福音 它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 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我们这些信徒信了他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每次当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就把这一节的经文拿出来放在你的前面 你看每一件的事情发生 是不是叫你可以看出他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 这个君王他进城的时候 他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的信息 而他是怎样向世人彰显 他就是这一个基督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边就说到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 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这里就说有许多人 而且来过节 恐怕我们会问的就是 要过什么节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 第二 许多是多少 许多是一百一千还是一万吗 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 要过什么节期 十二章第一节就说到 他说 余夜节的前六天 耶稣到了伯大尼 就是在他叫拉撒路 从十里复活之处 在这里的就告诉我们 他是在余夜节的前六天 在这个生命纪十六章十六节就有讲到 如果你是犹太男人 你每一年要三次 你要去见耶和华 你要去到圣殿去敬拜他 你去见耶和华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带礼物去 犹太人都会趁着几个大节日 他们会从罗马的各地 就是往耶路撒冷去 带着他们的奉献 带着他们的礼物去见耶和华了 犹太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呢 他说呢 余夜节有的时候呢 人多起来呢 甚至到有两百七十万人左右 余夜节的圣殿 当单是献祭的牛羊呢 这个羊而已啊 就是有二十五万头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画面 就是你到了圣殿 你嗅到的就是那个血腥味 不断的有人一直的把羊带进去 然后献祭 在神的面前烧香 整个圣殿是人山人海 耶稣在这个时候选择 他要进耶路撒冷城了 第二天有许多来过节的人 他们听见耶稣 将到耶路撒冷 这里就让你看得到说 为什么他们会听见耶稣呢 在上文的时候呢 在这十一章 耶稣因为呼叫这一个 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 就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 拉撒路是住在伯大尼 坟墓也是在伯大尼 而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 当时的这些人来人往的人群呢 见证了拉撒路的复活 十八节就说 众人因为听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 就去迎接他了 弟兄姐妹 他这个的行动 不单单是让人要去找耶稣 甚至呢 他也让圣殿里面的管理层 包括祭司长 撒图该人 法利塞人 他们全部都要找机会呢 把耶稣杀掉 因为呢 他看到耶稣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而且呢 越来越多人 因为耶稣的缘故呢 信了他 甚至呢 十二章也让我们看到 他们不但要把耶稣杀掉 他们连这个拉撒路都要杀掉 因为呢 拉撒路就是一个活的见证 而且他又住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他们讲说 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呢 很多人回去就信了耶稣 弟兄姐妹 拉撒路复活的地方是在伯达尼 就是靠近圣殿 大概有六里的路 你可以想象 在那个六里的路的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人 他们从耶利哥上来 他们就是只有这一条路上去而已 这一条路 他们一直走就一直听 听到他们讲说 有一个人叫耶稣 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 听了每个人都觉得很兴奋 因为看到这些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事情也导致后来 众人都在寻找耶稣 而且在圣殿里面 彼此对问说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不来过节吗 结果他们就在那个时候 就看看 到底这一位神人是谁 他们想要见识见识 整个圣殿的这些的管理层 祭司长 文士 他们开始慌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从约翰福音是看到 耶稣因为叫拉撒路复活 影制了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其实如果你去看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任有让我们看到 其实不只发生在伯大尼 伯大尼之下 耶利哥这个城 大概离耶路撒冷 大概是33公里左右 这个地方也发生了两件的事情 耶利哥城里面的税吏长 撒盖 就因为遇到了耶稣 他信主了 他信主过后 他不只是信耶稣 这样我们就信耶稣很好 他还把自己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 然后另外一半拿去赔给人家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引起 当时的社会一个很大的风波 因为这个贪官终于愿意悔改了 这个事情对当时来讲 每个人特别是拿到钱的穷人 他们一定是穷痛该的 加上耶利哥有虾子 讨饭多年 结果今年他们回去的时候 他们竟然看到这个虾子不在了 因为这个虾子眼睛明亮已经可以看到 而且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 他因为眼睛看到之后 这个虾子一路跟着耶稣 一路的赞美神 人家因为认识这个虾子 他们也一起的赞美上帝 在路加福音19章也说到 众人听见这些话 看到这个见证过后 他们又看到耶稣靠近耶路撒冷 他们就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耶稣怕他们误会 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 也就是那个仆人的比喻 所以由此可见 耶稣越靠近耶路撒冷 门徒包括这些的跟从者 这些的百姓 他们就以为 耶稣真的要去耶路撒冷做王 所以耶稣越靠近耶路撒冷 他们就想到说 神的国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拥戴耶稣 以致我们可以挥翻罗马政府 我们犹太人重新做王 这个就是当时整个的气氛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一下 耶路撒冷在当时 茶余饭后的话题会是什么 当时如果你经历了这么多 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去到耶路撒冷以后 你在那边吃饭喝茶的时候 你会谈什么话题 来我问大家一下 你会谈什么话题 你经历这么多过后 你会不会谈说大祭司很爱主 会吗 你不会的嘛 或者讲圣洁很美丽 这个话题不够刺激嘛 你会谈什么 你会谈死人复活吗 因为你看到那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活生生的在搏大尼 很多人还跑去看他 你还要讲什么呢 耶稣叫死人复活 而且呢 你不会讲说耶路撒冷的食物好吃的嘛 你不会谈这东西的 你会谈什么 你会谈到这个耶利哥的这个贪官 这个撒该悔改了 你会讲说耶利哥的瞎子 我去年看到他瞎的 今年看到他可以看见了 所以你会谈什么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我们的王 我们要去拥戴他 当时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因为呢 知道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们等了几百年 搞不好这个人呢 可以带领我们去推翻罗马政府 然后呢 我们的王忠义来了 人人都期待耶稣 这个时候听到耶稣来了 他们就拿起他们的忠树枝 就喊着说 和善啊和善啊 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弟兄姐妹 为什么拿忠树枝 忠树枝呢 是在祝鹏节 他们拿来做那个屋顶的时候放的 然后修殿节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拿出来做装饰用的 朝圣者呢 都会用忠树枝作为敬拜的一部分 忠树枝也是犹太人 他们的王权 他们的胜利的一个象征 所以这个忠树枝呢 拿在手上呢 就表示说王权跟胜利已经来到 在这个立位纪二十三章 四十节就说到 当你要庆祝这个祝鹏节的时候 你要拿这个美好的树上的果子 然后呢你要拿忠树上的枝子 你要欢庆欢乐去天 他们就欢庆欢乐 因为呢忠树枝打在手上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我们的王来了 因为我们的王权终于来到 欢庆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王已经来到 他们唱的歌就是唱这一个 和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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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和撒纳会吗 和撒纳知道哦 我们都唱嘛 和撒纳 和撒纳我们的主 其实和撒纳是什么 原来呢 和撒纳就是这个诗篇 一百一十八篇 二十五节 而这一句叫做求你拯救 和撒纳在原文里面 就是求你拯救的意思 耶和华现在拯救 就是讲说你现在来救我吧 在诗篇的一百一十八篇呢 它是犹太人的埃及赞美诗 这一个诗篇呢就是在逾越节唱的 埃及赞美诗的六篇呢 其中一篇也就是一百一十八篇 就是要纪念上帝在埃及拯救他们出来 让他们可以脱离法老的统治 脱离为奴之家 可以重获自由 这个时候他们就唱我们自由了 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 弟兄姐妹她这边讲什么呢 她说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其实就用了这一个 第二十六节奉耶和华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用了二十五跟二十六节 可是弟兄姐妹 有一句话是加下去的 是哪一句话 如果把二十五跟二十六看的话 有一句话是犹太人自己加的 就是以色列的王这一句话了 在这里他就讲说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为什么他们会叫耶稣做以色列的王呢 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那边就讲了嘛 他们看到耶稣靠近耶路撒冷就以为神的国要来到 神的国来到一定有国王 国王是谁呢 那就是耶稣 他就讲说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呢 他们也把一个王冠给耶稣 希望耶稣可以做他们的王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耶稣会那么的轰动 大家会那么的欢庆 耶稣对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反对 并没有说他不接受 他是全然的接受 因为呢 接下来所做的东西 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很乐意做这件事情的 十四十五节就说 耶稣得了一个驴居就骑上 因为经上记着说 西安的名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驴就是大的驴 东基 驴居就是小驴 耶稣就坐在上面 为什么要坐驴居呢 因为驴居是君王的坐骑来的 我们去找旧业的圣经来看 我们看四十记 四十记这边就讲到 这一个四十呢 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着三十匹驴居 然后呢 另外一个四十 亚顿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匹驴 讲说牧师他只是骑驴罢了吗 弟兄姐妹 以前骑在驴上面的 都是王族来的 所以呢 这里三十个儿子 有王族的血统 他们骑三十个驴 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撒母尔基西亚的时候呢 王的种子都起来 都各自骑上了 骡子逃跑了 骡子就是马跟驴 交配身的 另外一种的 不过它也是驴的一种 另外呢 西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 所以王的 王帝才可以坐的 然后亚撒龙骑着骡子 那个所罗门还没有就位的时候呢 大卫赶快叫他的仆人呢 赶快把他的骡子呢 拿去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骑 让他骑到圣殿去 因为呢 他们看到大卫的骡子 是所罗门骑着的话呢 他们就知道 这一个是他们的王了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驴 骡都好呢 他们是君王的坐骑 弟兄姐妹 耶稣这个时候 他坐在驴子上 就表示说 我就是你们的王 你们欢迎我是吗 我是欣然的接受 他就骑进来 正如经上左记着说 西安的名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其实就是回应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西安的名啊 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 耶路撒冷的名啊 应当欢呼 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他要施行拯救 牵牵合合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耶稣他所做的整个的动作呢 就是跟你讲说 他就是你的王 现在呢 他接受你的敬拜 他接受你向他的拥戴 他讲我就是王 我愿意来拯救你 这就是整个的画面 这里就看得到 另外一批的人就很不高兴了 那一批是谁呢 也就是这些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说 看啊你们已经徒劳无益 是人谁从他去了 法利赛人已经认输了 他讲说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全部的人都拥戴他 因此呢 弟兄姐妹 和善啊和善啊 上主的拯救临到我们 耶稣是我们的犹太人的王 耶稣是王 王来到了大君王的这个城市 然后呢 百姓向他下拜 百姓向他欢呼 和善啊和善啊 拯救吧 拯救吧 耶稣说好 我来拯救你 耶稣有完全的胜利 他已经被称为犹太人的王 他已经满足了先知的预言 他有满城百姓的拥戴 他有仇敌羞愧失败 神的国现在要建立了 好不好 一流我这个画面 对不对 这个就是耶稣完胜的画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和善啊的歌 好吗 和善啊和善啊 好不好 好吗 拥戴他做王嘛 弟兄姐妹 和善啊我们唱完过后 好了 大君国回家 结束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耶稣跟门徒 还有同百姓 欢欢喜喜的回家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havenly ever after 是吗 有一节跑出来哦 这些门徒先前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是指着他说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这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 门徒当时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门徒完全不明白 因为耶稣借着下来所做的东西 跟他们拥戴他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门徒不明白一直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弟兄姐妹这些话是指着他说的 因为他得了荣耀 但是我们就讲呢 什么话是指着他说的呢 按照这样的经文来看的时候 就是这两句话 和善啊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另外一个就是 西安的名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已经骑着驴机来了 这个就是耶稣的荣耀吗 对啦 弟兄姐妹 这就是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荣耀是被人家捧到上面 很高高在上 但是弟兄姐妹 耶和福音的荣耀就是这样而已吗 是那个bling bling bling 发亮发亮光光亮亮的吗 不是嘛 耶稣因为拉撒路的事情 他们的商议是要把耶稣杀掉 耶稣说这就是我要荣耀上帝的机会了 耶稣的荣耀是什么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荣耀的话 你就看得到12章16节过后 他就讲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什么时候 就是他要被杀的时候到了 耶稣在这个时候也继续讲 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的身上也得了荣耀 我得荣耀 神要在我的身上得荣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上十字架了 后面他也说到 彼得他要怎样死来荣耀神 约翰很清楚地说明 这个荣耀不是那种光光亮亮 不是那种放在台面上 不是那种用大光灯照着他那种 而是真正的是要去满足上帝的拯救 他要受苦受难的死掉 耶稣要用死来荣耀神 他要求我们要背起十字架 随时准备荣耀上帝而做的 弟兄姐妹 今天的荣耀神不是那种 很光很亮 很多烟花 不是 而是真正要预备好自己 随时准备好 舍己背起十字架 跟从主 在这边呢 他一直有提一个的节旗 就是逾越节 弟兄姐妹讲到逾越节的时候 他讲逾越节已经禁了 逾越节前六天 逾越节到底是什么呢 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满足这个逾越节的救赎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 他们被这个法老王欺负 然后呢 他们成为了奴隶 他们面对很多的苦难 后来耶和华就兴起摩西 拯救他 耶和华降下十灾 他在打击埃及 这个埃及呢 就被他打得痛不欲生 可是法老硬着心 不愿意放下 到最后一灾的时候呢 也就是第十灾 杀长子之灾的时候 神就吩咐他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就有说了 你要以这一个月为正月 然后呢 这个月就是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你们一年的首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就是新年 因此呢 你们在这个新年大年初十的时候呢 就是十号 你要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每个人就拿一只羊羔 回家吃了 这只小羊带回家以后呢 把它留到十四号 就是在你家四天 十四号的时候 黄昏就把它杀了 煮了 然后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面 这就是逾越节 以色列人要做的 这是上帝要他们所做的工作 本月初十日 取羊羔 就是在十号 带回去是没有杀到 他那羊羔还要好的 你要把它留在家里面 当他的羊羔 进到家的时候呢 十一号 十二号 十三号 这三天呢 他们会在家里面 除他们的窖 什么叫做除窖呢 就是把家里面的 教母的东西 全部处理掉 初十四那一天 他们要杀羊羔 涂羊血 晚上要吃羊的宴席 耶和华就说了 第六节就说 他讲黄昏的时候 全以色列会中要把羊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烤了 与无教饼和苦菜同吃 这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 在雨夜节晚上 一定要吃羊肉 吃苦菜 吃这个无教饼 为什么要吃这个无教饼呢 因为呢 他们隔天就要逃了 法老放他们走 他们不可能再用那个面粉 再等那个面发酵 他们要带着无教饼跑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再来看耶稣 祂做了什么事情啊 耶稣进圣殿的那一天开始 耶稣进圣城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叫做圣州 耶稣进来好像羊羔进到这个屋子一样 耶稣骑着驴进城 除教热呢 耶稣做什么 耶稣各天就进圣殿 做洁净圣殿的动作 因为呢 那是祂的家里 里面的教嘛 教就是不好的东西嘛 过后呢 耶稣第二次除教是什么 跟着祭司长 文士 法利赛人 长老全部来辩论 结果把他们东西全部除干净 这个是第二次的除教 除完以后呢 到了星期四的那一天呢 也就是 他们要杀羊羔的时候 耶稣就在那个晚上吃最后的晚餐 被抓 各天就被杀 被杀的时候呢 血涂在那个门框上 耶稣的血就涂在了那个木头上 那死亡的天使来到以后 他要杀 他看到门框门没有血 他就走了 今天上帝说 那个死亡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看到你有耶稣的血 他也走了 这叫做逾越 死亡越过你的门槛走掉了 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约翰讲什么 约翰说 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你想说怎么样除 为我们死而除掉我们的罪孽 那一天他们要杀羊 那一天他们要吐血 耶稣那一天被杀 耶稣那一天为我们流出了宝血 所以弟兄姐妹 你去看旧约影题的时候 他就说 他们打我的背 我认他打 他们抱我塞加的呼吸 我认他抱 人路我 人吐我 我不湮面 耶和华必帮助我 我必不羞愧 我硬着脸面 好像坚实 我知道我必不自羞愧 耶和华 讲到耶稣的时候 神的儿子 竟然给人家拔胡须 给人家打背后 所以我们讲说 因他的鞭纱 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受苦 我们今天得帮助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好像 埃及的法老这样 虽然拥有一切的财富 但是死亡 临到他的家的时候 他的长子被杀掉 耶和华说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子上 作为记号 我一见这个血 就越过你们去 我祭杀埃及地的头身的时候 灾殃 必不淋到你们的身上 涂灭你们 这个血 就是要涂在你的家门口 弟兄姐妹 今天在逾越节吃晚餐的时候 他说要吃这个羊羔 要吃这个肉的时候 他就满足了 第六章 约翰福音讲的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肉不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就有永生 这个到底是什么 真的要吃耶稣的肉吗 原来他是在讲说 他就是那个雨夜节的羊羔 你今天有份在里面吃的话 你就在家里面 你在家里面的话 你就蒙救恩 你就是那个蒙救恩的 那一个的家族 你就越过死亡 死亡就离你而远去 你就有永生 弟兄姐妹 耶稣说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是这个意思 那他讲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人就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也说牧师不对 因为雨夜节的晚餐 大家看到 上帝叫我们做三个东西 一个羊羔 一个苦菜 一个是那个无酵饼 没有酒的 酒其实是到了耶稣的时代 他们也把酒放在里面 作为一个欢庆 在雨夜节 你如果今天有机会 去吃犹太人的雨夜节晚餐 他们的坐纸上 有四杯的酒 是要喝的 每一杯酒都有意思的 是在不同的时间来喝 这个就是雨夜节的意思 我们看起来 只是去吃一个晚餐 可是犹太人 他在背后告诉我们 那是上帝的救恩 今天你作为基督徒 你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今天你在那边 和善啊 和善啊 欢庆欢庆 你不知道上帝为你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上帝的儿子今天为你挂在木头上 被人羞辱 被人打 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流出宝血 弟兄姐妹 这个事情在几时还明白呢 门徒说他不明白 一直到他得了荣耀 他们才明白 弟兄姐妹 和善啊 和善啊 我们今天欢庆欢迎我们的耶稣的时候 我们和善啊的时候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和善啊吗 你讲说不对啊牧师 你看十七节讲什么 他说当时因为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都作证 而且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了神迹 就去迎接他了 整批的人是因为拉撒路的复活 全部去迎接耶稣 他们都是迎接耶稣吗 他们都在和善啊吗 他们明白耶稣的救恩吗 他们明白吗 弟兄姐妹 这一群的人明白吗 如果明白的话 为什么耶稣在过四天 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去为耶稣讲话 约翰一早在第二章就讲了 约翰以前曾经在耶路撒冷 做过很多神迹的时候 约翰做神迹 很多人看见他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为什么这些人会不明白耶稣的救恩呢 因为这些的人 他只把眼目放在自己的需要的上面 而不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所需要的救恩上面 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他明白 他今天依然在没有人明白他的情况之下 门徒不明白他的情况之下 他依然的孤单的走上十字架 耶稣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就是要为了你跟为了我 那个血可以在门框上 我们可以逃过这个死亡 我们可以进到永生里面 弟兄姐妹 他做这一切 他和撒纳给你欢迎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更加快他死亡的道路 因为他彻底地惹怒了整班圣殿里面的领袖 所以弟兄姐妹 他如此行 就是为了十字架 他为了十字架 就是为了你 为了我 今天当我们拿起这个中树枝 你要明白 耶稣今天是为你跟为我 舍畅这个十字架 不是为他自己而做 弟兄姐妹 我要问回你一句话 你信你的主会救你吗 你要知道你的神是如此的爱你 他为你带上了那个禁忌的冠冕 他为你奉献出他的生命 就是为了爱你跟爱我 弟兄姐妹 这个何等大的爱 难道不能够让你就信他 为他舍出你的生命吗 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 神的羔羊要除去你跟我的罪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同在 但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 不断的彰显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为我们所舍去的 是那么的宝贵 你的生命不单单是从高到低 你愿意谦卑到最卑微 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今天我们感恩 因为我们蒙受你的恩典的时候 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见证你的美好 求主使用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向你仰望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